这是大西安 居然连这个地方都不让坐 还要拍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标识不有标识 把政府文件拿出来 不要标识 我破坏了 我负责我赔 你把你们政府文件拿出来 好不好 我如果有违法的地方 我都可以接受 你有标识 你有标识你可以 你帮我抓就可以处罚 那你就不要跟我说这些 那你就不要做这种石板 那我也可以跟你说 不要丢西安的脸 那本来就是 我的一个粉丝姓肖 湖南湘英人 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评论 他的评论只有12个字 和一个标点符号 还在搞豆腐渣工程 豆腐统一招牌问号 这段评论引来了另外一段评论 那你就不晓得 他好多姨妹子旧子 都是做广告公司的 还有几个点赞 这个事被湘英县公安局认定为 寻寻之事 即以激留五天的行政处罚 这位肖先生肯定是不服的 提起了行政诉讼 一审二审都驳回了 向湖南省高雁申请再审 今年的5月24号 湖南省高雁受理了他的再审申请 上周的时候他给我实行 说沈高雁的通知他 下周也就是这周 要组织他和县公安局进行调解 就在昨天 沈高雁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湘英县 找到了肖先生 组织他和县公安局进行调解 沈高雁的态度基本明确 他的事不构成寻寻之事 但估计是为了雇钱大吉 还是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工作人员问了一下 肖先生的诉求 也就是要赔多少钱的意思 由于此前车历师的视频当中 曾经有的案例 由于向信仿人员 做出了部分赔偿 随后有关部门 就以敲诈勒索为名 追究了信仿人员的刑事责任 所以在这一次的调解中 肖先生一直不提要多少赔偿 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背景的 在肖先生维权期间 湘英县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 先后落马 县委书记被判刑 而公安局长在前几天 才被披露接受调查 我先拿着强色 那是因为你选择的强色 但是我先选择的强色 对不对 那我先说句话 但是我真的不想讲话 我不是共产 我无尽共产可疑 我也不喜欢他妈的共产 关键是因为他妈的让我去 他妈的他啪 并理论 我无尽 反应 你这种是什么 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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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你这种是什么 明年的 啊 啊 ok 刚才我们是我 现在是我的按照 我不能放过他 我现在是我的按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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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